大家好 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854天 乌军情局6月25日称 旗下属特种部队 当天对俄罗斯沃罗涅日洲的一个俄军弹药库 进行了成功的无人机袭击 该军火库存放着约3000枚大口径炮弹 被完全引爆 乌克兰国民警卫队 6月25日报告说 乌军成功摧毁了靠近哈尔科夫边境地区 俄罗斯境内比尔哥罗德市南边 和西边部署的两个俄军PEN-CIRES-1防空系统 从地理位置上看 这两个俄防空系统 很可能是被海马斯火箭弹摧毁 再来看看战场上的情况 哈尔科夫前线 第三分斯巴达人旅的空中侦察部队 发现了俄罗斯防空系统和导弹部队的位置 随后摇来海老师 摧毁了两套俄罗斯PEN-CIRES-1防空系统 其中一套应该是打击导弹部队 其他目标的附带伤害 并非直接命中 沃夫昌斯克方向 乌军继续在镇子北部反击 并在索布纳街取得了进展 关于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被包围在沃夫昌斯克中部 一个工厂内的俄军 除了此前投降的30来人 大多数人都还待在那里 接受乌克兰空军的精确滑翔炸弹的问候 需要说明的是 占领钢铁厂曾经被很多挺俄的博主 视为一个妙手 在俄军在沃夫昌斯克的进攻陷入停滞之后 一个星期之前 俄军指挥官们采取了大胆的行动 他们命令一支大部队发动突袭 占领了沃夫昌斯克钢铁厂 试图利用该厂 及其坚固的混凝土建筑 作为越过沃夫恰河的基地 但乌克兰迅速在工厂西边的 索布纳南北街上发动袭击 切断了这400名俄罗斯人 与俄军主力的联系 过去几天 他们继续在索布纳街上 与俄军向站 将其推到更远的地方 巴赫木特前线 俄军昨日再次试图 在查索夫亚尔以北的 卡利尼夫卡跨越运河 但未获成功 并付出了一辆坦克三辆装甲运兵车 以及至少至少15名 俄军士兵的代价 总体来看 乌军已基本在东部前线 稳住了形势 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奥布莱恩表示 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进攻 是胜利战略的关键 而对俄罗斯造成经济损害 是乌克兰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步骤 乌军能够迅速改善前线形势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他们不再缺少弹药了 俄罗斯军事记者斯拉德科夫表示 如果三天前 俄军和乌军火炮射击比是10比 那现在俄军每射击三次 乌军就有20次射击 今天一个消息说 在俄罗斯比尔哥罗德 军民们纷纷在自家的楼顶 升起了乌克兰国旗 他们希望这样可以避免遭到 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 据说警察要进行管制 但是当地州长说 你们不要多管闲事 这个消息的可靠程度没法估计 毕竟在今天的俄罗斯 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不会让我震惊 也许这只是一个笑话 但就算如此 这个笑话本身也在说明 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 俄罗斯的人民们 终于开始感受到战争 带来的恐惧了 6月25日 俄乌双方各自交换了 90名被俘人员 阿联酋在此次交换中 提供了人道主义协助 值得注意的是 乌军战俘 多是战争初期 在俄军快速推进中 被俘的军警人员 而乌军释放的俄军战俘 多数是最近半年战场上的 投降人员 俄军背负人数增加 主要乌军在哈尔科夫边境地区 实施了有效的防守反击 俄乌战争爆发第854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 公布过去24小时 俄军战损 歼灭俄军1220名 累计俄军53.81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 约为1比1 摧毁4辆坦克 19辆装甲车 40门火炮 45辆油罐车 和后勤重载车辆 6个特种设备 摧毁22架大型自杀无人机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 粗略估算 乌军官兵损失约10.4万人 其中 死亡与重伤人数同样为1比1 另有约2.1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当地时间6月24日 国际刑事法院三名主审法官 依据检察官指控和在案证据 一致裁定对俄罗斯前国防部长邵伊古 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发出逮捕令 国际刑事法院公布的声明称 检察官指控他们在2022年10月10日至2023年3月9日期间 涉嫌犯下了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在此期间 罗洛斯发射大规模导弹袭袭击了 乌克兰多座城市的电力基础设施 邵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对直接攻击民用设施 并附带造成平民伤亡负有责任 两人涉嫌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只有在战争中蓄意攻击平民和民用目标 并造成极其严重后果的行为 才会被指控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此前国际刑事法院已对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儿童权力专员玛利亚·别洛瓦 发出了逮捕令 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是 他们强制将许多乌克兰儿童迁移到俄罗斯 另外两名被通缉的俄罗斯人 是俄航空指挥官谢尔盖·科比拉什 海军上将维克托·索克洛夫 跟刚刚被通缉的邵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一样 也被指控对俄军在俄乌战争期间 蓄意杀害平民和摧毁民用 共设施负有直接责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每天的例行事项讲话中 评论了国际刑事法院 对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的逮捕令 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杀人犯 发出了新的逮捕令 绍伊古、格拉西莫夫 他们去海牙的路是畅通的 欧洲人权法院 还就俄罗斯对克里米亚人民 和违法行为所负的责任 做出了裁决 占领者将为此负责 我感谢所有相信 参战 帮助和努力确保乌克兰 在保护人民 加强国家 和实现和平方面取得成果的人 乌克兰人应得的和平 荣耀属于乌克兰 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就国际刑事法院 对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 发出逮捕令这件事 发表了评论 他说 我们已经说过 我们不承认该法院的管辖权 我们不承认这些逮捕令 此外 我们认为 这些逮捕令很荒谬 就像最近两份涉及国家元首和儿童监察员的逮捕令一样 佩斯科夫的发言是有意思的 因为不承认不代表他不存在 所以单纯的不承认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截至目前 国际刑事法院已经签署了 针对六名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的逮捕令 除了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外 另外四人分别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俄罗斯儿童问题监察员马利亚 别洛瓦 俄罗斯空天军远程航空兵司令谢尔盖 科比拉什和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指挥官 维克托索克洛夫 俄罗斯政府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 发布的这些逮捕令 虽然绍伊古已经不再担任 俄罗斯国防部长 格拉西莫夫也很久没有出现在公开场合 但预计俄罗斯政府或者说克里姆林宫 不会有什么反应 更不会像部分网友调侃的那样 将绍伊古或格拉西莫夫 当成替罪羊交给国际刑事法院 因为这样就相当于承认了 国际刑事法院的合法性和权威 要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 也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 不仅无法前往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访问 被这一个通缉犯的名头 本身就是一种羞辱和定义 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 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 再次重创俄罗斯在国际舞台的形象 并让俄罗斯更加孤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当天发表声明称 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令表明 任何犯下战争罪行的人最终都逃脱不了惩罚 期待更多的战争犯被通缉和审判 除非乌克兰在西方阵营支持下 彻底击败俄罗斯 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令很难被执行 如果俄军战败 将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嫌疑人送上审判台 一定会被纳入停火和谈的一篮子协议中 这也是我判断俄罗斯没有退路 将来很可能不得不悍然动用核武的一个重要原因 欧洲人权法院一个大法庭6月25日裁定 自2014年2月开始 非法占领克里米亚半岛以来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犯下了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欧洲人权法院经审理查明 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官员和俄军犯下了许多违反 欧洲人权公约的行为 包括侵犯生命权 禁止不人道或犹如人格的待遇 自由和安全权 不受法律惩罚的权利 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 宗教自由权 言论自由权 集会自由权 财产权 受教育权和行动自由权 以及其他侵犯人权行为 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是迄今为止 首个国际机构认定 俄罗斯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 长达十多年的大规模和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 受害者可以依据该判决向俄罗斯政府提出赔偿 欧洲人权法院是根据1950年签署的 欧洲人权公约于1959年成立 旨在维护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提及的部分权利 欧洲人权法院各法庭的审理结果为终审判决 成员国必须执行 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负责监督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 2022年6月7日 俄罗斯国家杜马几乎一致通过两项法案 结束欧洲人权法院对俄罗斯的管辖权 就目前来讲 俄罗斯是联合国宪章和任何国际机构 对其不利的裁决为废纸一张 无非让俄罗斯在国际上更孤立 但是一旦俄军战败 这些国际裁决就会让俄罗斯付出切实的代价 俄罗斯外交部6月25日发表声明 为报复欧盟对四家俄罗斯国有媒体实施的禁令 将禁止欧盟81家媒体在俄罗斯的访问活动 现在俄罗斯正非快向朝鲜靠拢 被国际社会抛弃的同时 千方百计地进行自我孤立 一心一意大搞内循环 路透社报道 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将被任命为北约信任秘书长 接替现任的斯托尔滕贝格·马克 吕特将从10月1日开始履行北约秘书长这一职务 北约全部32成员国军已正式批准任命马克·吕特为北约秘书长 在宣布有意出任北约秘书长后 马克·吕特得到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支持 上周 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撤回了候选资格 更早一些 匈牙利政府则撤回了反对任命马克·吕特为北约秘书长的意见 多国家倾向于 新任北约秘书长应该由来自本地区的人士担任 但最终还是决定支持马克·吕特 马克·吕特是荷兰现代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 2010年就开始担任荷兰首相超过了之前的记录保持者鲁德·吕贝尔斯 目前马克·吕特依然是荷兰看守政府首相 预计在7月 也就是荷兰新政府正式组建后卸任 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恭喜马克·吕特 我为盟国任命他为下一任北约秘书长的决定表示祝贺 当吕特先生接任这一职位时 10月我们预计 我们为确保整个欧洲大西洋社区的人民和自由而开展的联合工作将继续顺利进行 我知道马克·吕特是一位有原则坚强的领导人 他在过去几年中多次展示了他的果断和远见 我也借此机会感谢斯托尔滕贝格先生 在过去十年任期内为加强北约所做的杰出贡献 以及他对乌克兰争取自由斗争的坚定支持 或许是作为对东欧国家的安抚 欧盟已同意提名爱沙尼亚总理卡亚 卡拉斯 接替和赛普 勃雷利成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负责人 对这一任命 俄罗斯政府相当不满 一直试图阻止卡亚 卡拉斯获得这一职务 但最终失败 卡亚 卡拉斯已强硬的反俄立场闻名 作为爱沙尼亚总理 卡亚 卡拉斯在带领爱沙尼亚援助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方面 可以说表现突出超过了大部分西方国家 卡拉 卡拉斯的母亲和祖母都曾被流放西伯利亚 分析人士认为 卡亚 卡拉斯被提名为新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负责人 意味着欧盟已准备好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立场 不管是外交还是安全方面 加强对俄制裁和援助乌克兰卡亚 卡拉斯这个来自元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小妇人 惠比和赛普 伯雷利更加努力 除此之外 欧盟还将提名葡萄牙前总理安东尼奥 科斯塔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 表现一贯出色的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则会继续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和卡亚 卡拉斯这两个当代铁娘子 预计会带领欧盟在安全和外交等方面有更出色表现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